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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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古今今天我們要介紹一下 在1月18號 版本有一個臨時的維修 然後推出了一個 活動就是 我們可以用名譽金幣去買 技能書的活動買紅技 之前只有狂散誓可以買 現在開放其他職業也有一本 紅技可以買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活動內容 一樣要去跟那個莉莉買 就是奇田村那邊有一個莉莉要跟他買 然後每一個職業看到的技能書會不一樣 每個帳號只能買一次 這邊有獎只能買一次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是每一種職業各一本 所以 售價很貴啊180萬 基本上如果你沒有很缺技能書的話 基本上不會去買 因為售價比較貴 那我們首先看一下王主的王主是哪一本呢 王主是游蒙武器 游蒙武器這一本 然後這一本是騎士的反制攻擊 接下來第三本是妖精的重擊之死 第四本是法師的破壞之境 第五本是黑妖的暗影閃避命運 然後第六本是槍手的技能書 槍手的技能書是窗戳射擊 天窗子彈哦 這一本是龍鬥士的龍鬥士的是龍 嗯強化龍吃盔甲 黑騎的黑騎的是暗黑之間的復仇者 接下來是盛騎的 盛騎的是附魔武器混亂2 好那他活動時間啊 基本上是7月18號到8月12號 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吧 三四個禮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 彩版的玩家要存的話要趕快存哦 因為180萬真的是蠻多的哦 180萬基本上再存20萬就可以買紙計的 應該很多玩家會選擇買紙計的 不會去買這個 不過不排除這個活動會降價 因為180萬真的 有許追啊 好那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 是古新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拜拜